大家好我们继续一局全黄九七的对战解说 现在双方依然首发八神这个主意 我来看精彩对决 一批首先来个波 二批直接跳过去跳飞啊 但是又被一批葵花点到 这是拼的手术啊 你看这个葵花抓的多快 然后消防三十没点了 最后一次的 再次抛一下 好再来一波直接点起来 又要跳C了 这这小风这个八神 来来一波 跑到身边来一波 这手术太大胆了 直接跳C 跳C以后虚晃又抓了这小风 接葵花 直接打败对手 现在来第二场 第二场看神乐对战八神 双方都是S级的人物 哎神乐直接被点 感觉神乐打消防的话有点吃亏啊 打这个打八神有点吃亏 再跳谁压制 再杠 神乐已经剩血不多了 现在 好 一个 祝此时就结束 但是他的血 也被磨下去了不少 我们来看第三场 神乐打大猪还是比较靠谱的啊 但是大猪压得挺厉害啊 这一局 他选择了主动进攻 注射两段 再注射 继续注射 没刚到啊 呃又被钢 再来注射 注射 又一个二连 亲手接注射 直接偷下盘 大猪被打磨了 这神乐本来就是克制大猪的 现在来第四场 看两只神乐的打对决 看白鹤能否顺利反三啊 哦 直接又压制下来 再来一个注射 又被抓了 直接被掏死了 白鹤 哦 现在进行到了关键的第五场 哎 现在神乐继续压制 啊 再来亲手接是个注射两段 大门 AB闪身 直接抓个天地反 抄手针 接把个阵 非常漂亮 而接起了不阵 这个不阵打得太猛了 直接要了 真是大猪的命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